同学们,你们好,我是何老师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回家的一些用语。 喜欢我视频的同学,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 好,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 孩子回家之前,我要打个盹。 孩子回家之前,我要打个盹。 到时间去接孩子们了。 到时间去接孩子们了。 在回家的路上,我要去买些东西。 在回家的路上,我要去买些东西。 晚饭要做点什么呢? 晚饭要做点什么呢? 我最好把要买的东西写下来。 今天有什么特价商品? 今天有什么特价商品? 糖用光了。 糖用光了。 我到家了。 我到家了。 今天过得怎么样? 今天过得怎么样?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?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? 我的零食在哪里? 我的零食在哪里? 先洗手。 先洗手。 今天我有足球训练。 今天我有足球训练。 太好了。 今天我们早点收工。 太好了。 今天我们早点收工。 我直接回家。 我直接回家。 今天我打算不去喝酒了。 今天我打算不去喝酒了。 现在是下午交通高峰期。 现在是下午交通高峰期。 地铁真的很挤。 地铁真的很挤。 长途通琴真的很挤。 长途通琴真的很辛苦。 长途通琴真的很辛苦。 好了,同学们,你们学会了吗? 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小冬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